大家好,我是王希文 今次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急性运动受伤的自我处理方法 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运动受伤 或身边的人都经历过运动受伤 例如脚踩或肌肉扭伤 但我们有没有方法可以在家里帮助自己 可以尽快恢复呢? 我相信也有听过一些坊间的说法 例如冰枯、液枯、包裹他也可能会好些 究竟有没有正确的方法可以帮助自己呢? 这一节时间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自己处理的方法 开始之前先介绍我自己 我本身是香港中文大学运动医学及健康科学的石士毕业生 同时也是一位运动创伤防务员 过去几年的时间我也有帮中大的女子男球队 做一些循例支援 也有协助香港的球队做一些海外比赛的循例支援 事不宜迟 先开始讲讲自我处理方法 之前我们可以认识一些我们常见的运动创伤 包括第一种肌肉拉伤 很多时候肌肉拉伤就是帮我们一些肌肉被伸展震 或者是一些离心收缩去到超过 它可以负荷的程度就会出现这种受伤 就好像在短考比赛里面最常是拉伤 但是它后肌的肌肉 我们会叫做肌肉拉伤 第二种是印带扭伤 很多时候是关节四周围一些的印带 当它们突然之间被扭扣 或者是过分拉斜就会出现这种伤 比较常见的是我们社俗称的拗残 就是我们处理关节四周围的印带 当它们被过分拉斜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印带扭伤 第三个就是撞伤 这是一些剧烈的动作 例如在足球比赛里面 人家的膝肪会撞到大腿 大腿肌肉里面有些轻微的流血 所以在皮肤表面看到 鱼的痕跡与红红的量 我们就会叫这些是撞伤的分类 另外有些比较严重的运动创伤 例如骨折 骨折也可能知道骨头断开了 肉眼就会看到身体结构有点不同 或者手不直 骨不直 也很明显看到骨折的情况 或者有些骨上有轻微的裂脈 这也是其中一种骨折 这种骨折可能透过X光 才可以判断得到 这种骨折出现在病人身上 最后一种就是关节脱骨 我想问在场的朋友 有没有留意到这张骨折 病人是哪个部分出现关节脱骨 这位观众已经看到了 其实脱骨折很明显身体的结构和正常骨折 和正常骨折是不同的 你会看到照片里的病人 他的肩膀像是起了角的正方形 这就出现了脱骨折 今天我们分享的自我处理方法 其实不适用于一些比较严重的运动创伤 比如关节和关节脱骨折 这两种情况如果真的出现的话 应该要立即看医生 咨询医生的专业意见 我们说的自我处理方法 主要是针对比较轻微的创伤 比如轻微的肌肉拉伤 或者轻微的人带瘤伤 但大家也要注意 如果是一些运动创伤出现的时候 同时看到这些情况 比如昏迷、疑似、骨折或脱骨折 或者流血不止 或者是走路有困难 甚至乎站也站不到 或者是受伤的时候 或者做运动的时候 听到突然拖一声 或者去到受伤之后 48-72小时 受伤情况都没有改善的话 都要立即去看医生 因为这些情况出现 可能是代表你受伤的情况 比较严重 自己是比较难处理得到的 那就最好去看医生 咨询医生专业的意见 好了 说完一些运动创伤方法 以及一些自我处理 之前要留意的事项之外 我们就说到最重要的一项 如果我们看到一些比较轻微的受伤 例如肌肉拉伤 人带瘤伤 有哪些事情我们可以去做呢 大家可以记住这个口诀 P-R-I-C-E 即是简称P-R-I-C-E 每个英文字幕都有代表的意思 大家可以记住这些英文字幕 P-R-I-C-E 在受伤之后 两至三天内 我们可以做这五样的步骤 希望可以减轻受伤症状 我会逐个英文字幕 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第一个就是P-R-I-C-E 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要保护受伤的部分 我们如何去保护呢 可以使用一些护具或护力器 可能使用一些护室 甚至使用一些护带都可以 目的就是减少受伤的部位 进一步受到伤害或惡法 我们只是想保护受伤的位置 但使用的时候也有一个注意事项 例如我们用一些护带或护具的时候 都要留意我们受伤部位的目端 会不会出现一些护肤或护肤变质 就好像有个肤图一样 周围关节可能会受伤 我用一些护具来保护它 我们要检查一下脚趾 会不会有些护肤或护肤的感觉出现 因为这些情况出现的话 就是代表血液循环受到阻碍 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如果真的出现这些情况 不要紧急 我们立即搜索 重新再处理过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步骤 我们要保护受伤的位置 不要再让它受伤 第二个就是RW 我们要休息 身体部份受伤 我们要停止受伤部位 再次減低它的活动 因为我们不想再有额外刺激 令伤势惹化 同时当你的受伤部位已经受伤 可能肌肉力量或活动能力 已经不太好了 再去跑或者跳跌 其实是有可能加重受伤的情况 第二个就是足够的休息 适量的休息 是可以令到那些环柱 是希望它可以盡快恢复 促进它的服务 这是第二个步骤 休息 第三个就是I for ice 希望可以用冰枯放在受伤的部位 我相信很多市民都会知道 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产品可以冰枯 其实没有哪一种特别好的 可能是冰袋放冰粒也行 用一些ice pack 冰包也行 甚至用食物袋捉住几粒冰 已经足够可以冰枯 但要留意冰枯的时间有点指引 不是越枯越长时间就代表越好 其实我们有一个时间 就是右下角 大概每天2-3次 时间15-20分钟就可以了 不要超过20分钟 不要说越长时间越好 其实如果冰枯的时间太长 其实是有反效果的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受伤之后进行冰枯呢 其实目的就是希望可以 使用冰枯的血管收缩 如果血管收缩的话 我们可以减少组织液的胜出 从而控制受伤部位的肿胀 即我们组称是水肿 也有研究指出 冰枯可以有轻微的止痛作用 我们利用冰枯这个步骤的时候 我们也有注意事项 就是冰枯的时候 要尽量避免在一些伤口 或者在一些灼伤的皮肤上冰枯 因为可能会刺激到伤口 令它较难一些 比较复原 另外第二个位置 就是一些比较敏感的位置 比如眼睛 我们也尽量不要在它上冰枯 因为怕会刺激到它 这两个注意事项都要留意的 第三个步骤就是冰枯 我们要透过冰枯去控制血管收缩 希望可以减少肿胀的情况出现 第四个步骤就是C 代表Compress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一些 施根压力在受伤的位置 去促进它的服务 用什么材料或者工具呢 其实很简单 用一些弹性的弹底就已经可以了 这些弹性弹底在斑扎受伤部位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压力要平均 不要说是一边很紧一边很松 其实效果不理想 另外我们的包扎的力度要注意要適中 太紧太松什么都不理想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这个包扎有什么目的呢 我们希望透过利用一些包扎 在我们受伤的部分上加一些局部的压力 因为这些压力是可以减少受伤部位的内露出血 和组织液滲出 从而去控制那个肿胀的情况 因为我们很想可以在受伤之后 我们可以尽快控制那个肿胀的情况 我们可以透过确认 我们可以透过确认 加一些肿胀的压力 控制那个肿胀的流出 控制那个肿胀的情况 也有些注意事项和保护那个步骤 因为我们在皮肤上加一些压力 所以我们也要留意包扎之后 我们摸一下脚趾或手指 会不会有些麻痹或皮肤变子的情况出现 如果有的话 也是代表血液循环受到阻碍 我们需要立即松绑 重新再包扎 重新包扎的时候 可能也要注意力度 太紧的话 也会影响方向的血液循环 这是第四个步骤 Compressor 最后一个就是E Elevate 我们希望把受伤的部位 尽量抬高 高过大概身座的位置 目的就是 可以将一些积聚在受伤部位的组织液 尽量回流到身体主缸的部分 希望可以避免受伤部位 过分的肿脏 我们刚才做了这么多个步骤 其实目的都是类似的 就是希望将受伤部位的肿脏 尽量减低 尽快消除肿的肿脏 这个图片的步骤可以怎么做呢 譬如有些人在周围关节 受伤人在夜晚睡觉的时候 躺在床上停睡 可能会将脚下垂上 或者垂上枕头 尽量抬高 或者有些人坐在这里 可能会将脚下垂上枕头 希望减少组织液积聚在脚本的位置 都是抬起的原理 除了抬起之外 我们也可以和兵夫和施加压力 同时实施 目的只是想减少肿脏 以及希望能够促进复权 刚才提到五种 我们在受伤之后 可以做的事 可以去水肿去除肿脏 也有四种事 包括第一种热肤 因为热力有机会令到血管抗张 血管抗张 代表组织液滲出积聚在受伤的部分 这是不理想的 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所以如果有些受伤的情况出现 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浸安全 浸浴或用过热的水去洗澡 这是可以特别留意的 第二种就是酒精 因为酒精和热力的原理有点相似 我们身体摄取酒精时 血管抗张 也有机会令受伤的部位再次肿脏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有这种情况出现 受伤之后可能酒精的摄取要暂停一会 到第三种 这里看到out 代表跑步 这就不只是不跑步 其实意思是受伤之后 我们应该有适当的休息 不要再做一些太过剧烈的运动 跑步或跳跃 我们可以暂时停一停 我们就让身体有足够的休息 到最后一种就是按摩 因为按摩是有机会令到血液循环促进的 多了血液循环 我们受伤的部分也有机会再次肿脏起来 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情况 所以这里四种的行为 在受伤之后我们应该尽量去避免 我们可以做到价值和价值 希望可以控制肿脏的情况 可以快点消退 如果大家遇到受伤之后 我们已经做了刚才5个步骤 还不断 但也发现受伤的情况 都没有什么改善 都还是很肿 都没有什么特别好到 甚至乎对自己的受伤有怀疑 不要犹豫 尽快去谈讯医生和医护人员的意见 因为延迟了治疗 或者偷返了治疗进度 其实也会令大家投入运动的时间少了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疑问 就有咨询专业人员的意见 应该还有一个slide 就是回到前头 最后也想重溫一次 请大家记住 我们处理一些简单的受伤 在家里可以做到的 就是Price Price 用来足够的休息 兵肤 包扎 和抬起的相处的位置 希望今天的分享 可以带给大家一些资讯 去简单处理一些比较轻微 或者是简单的受伤 是 是可以 因为我们刚才说的 分数据 最重要是控制 本收缩 也不想有太多组织积聚在关节或受伤的地方 至于在场观众问的问题 会否冰敷有机会影响复原的速度 我相信有不同的研究有不同的结果 至于是否真的会影响到 我相信要进一步研究 或者我会将观众的问题 再重新提供给中大医学院的记载 接下来回答你的问题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周卿文